一千块钱的劫 干他 这手头太屌了 明天新英雄就出来了 今天也是特意来测试服给大家演示一下 蓝狗的强度如何 前面日常反野 不过被发现了 不管 我要强行抢了 一夜成戒 抢到了 小心跑路 看他追不追我吧 没追 打蛤蟆去了 你以为你能安心打蛤蟆 炸过来 先让蛤蟆化下他的血 他有没有成绩 他成绩好像对我的小狼用了 但不太确定 慢慢打 等他打一半再出来 可以出来了 反现了那就没办法了 把蛤蟆说了 他复活应该回来打红 再打 他一局协的啥 哎呦这个空了 空Q就打不死了 那回头把红收了 顺龙抓下中 接着压线 分身用了 直接W 死了 刷个下了河蟹 再去找破败王 佛格依现在在干嘛呢 在这里W起手 被我粘住他死了 拿下 破败王复活抓中了 他应该要来打河蟹 超里蹲 这小狼暴露我了 这小狼暴露我了 EW锁头 黏住 死了 再顺路来抓下上 打得很凶啊 易勇了 这是想闪现阴云哦 太天真了 上中野都抓过了 人到下路了 EJ E先留着 等他用了E 我们再跟E 死了 这里中路又打起来了 都惨心 他离我这么远 我EW锁头 易不易歪 武器大师 我单挑打得过他吗 过去跟他单挑 咬他 我们这有一只 想跑 EQ 死了吧 流血应该流死了 我还以为死不了呢 截 极限反杀 虽然我这边疯狂杀人 但队友也是疯狂爽 到现在是Lius 对面全是大人头 这里还有个光辉 左边躲个Q 追 他死了 既然我随便杀武器 但武器随便杀我队友 过来给AD报仇 好脆的武器 对面就劫不好打 太匪了 又很灵活 根本打不到他 就是杰的体型 就是杰的体型 九筒也体了 怕打E能打过吗 完了 接下来看杰表演 这个杰 他太容易躲我技能了 他大招可以躲 分剩也可以躲 这个橘木 能杀半血阶吗 只有打死这个阶场的 武器大师 在我队友面前好猛呀 开大 追武器 锁头 他死了 再打EZ 四百五 六层成型 这里就是开头的转折点 单杀杰 我们重新看一遍锁头 如果不是这个锁头 我要被杰袖死的 杰一死 他们就是一盘闪杀 开大子 追一阶 锁头 慌了 再回头打小龙 大龙也收下 再推上高地 杰也复活了 EZ 直接过来锁头 E也跑不掉 顶着两个门腰塔 强行咬死 感觉可以一波了 武器 锁头 被我锁到就走不掉的感觉 你们懂吗 杰也复活了 他想R我 但R不到我 剩下一个光辉 闪现了 老规矩锁 锁头 这手头就离谱 你们觉得 新英雄这强度怎么样 这是我在美测服 顶着134延迟玩的 兄弟们点播关注吧 明天他出来 我会第一时间更新狼狗教学 出装服务 以及连招小技巧 关注后 就可以第一时间刷到了 好